大紐約客家會一年一度的端午節慶祝活動 是在紐約華厚區康寧漢公園舉行 許多客家鄉親共襄盛舉 除了和大家分享自己的拿手好菜 還透過戶外KTV聯繫感情 大家一邊唱歌跳舞 一邊品嘗美食 話家常 現場氣氛相當熱鬧 唱著華人都能耳熟能詳的歌曲 現場客家鄉親邊唱邊跳 這裡是紐約皇后區康寧漢公園 熱情好客是客家人的傳統 來到海外的客家鄉親 依然保留著這樣的風格 一年一度的大紐約客家會端午聚會 參加的鄉親都帶來自己精心準備的點心和佳肴 與大家分享 桌上擺得滿滿滿 有美味的壽司 鮮嫩多汁的烤排骨 爽口的米粉 還有蘿蔔糕等等 讓現場的民眾食指大動 大家很熱心的一家一菜 而且今年看起來很多是社區的領袖 但是他們都是客家人 所以等於都是客家鄉親 我們就是準備了有這個客家的蘿蔔糕 能夠讓我們的客家鄉親來到這邊品嘗 也可以來到這邊親自的體驗一下 怎麼樣來煎蘿蔔糕 在海外每逢傳統佳節 華人都會聚在一起 還有鄉親穿著客家傳統服飾唱歌 大家品嘗美食佳肴 敘舊化家常 剛好在今天會碰到很多說 一年沒有看到的 甚至還有三年沒有看到的 所以真的那個快樂真的是一百二十分 我希望說我們的客家會能夠更加的團結起來 以後能夠讓我們的客家的文化和美食 紐約的客家鄉親透過聚會 讓情感更加凝聚 在打拼事業之餘互相打氣 且不忘華人的傳統 將文化傳承下去 台灣宏觀電視唐城 美國紐約採訪報導